大家瞅清楚啊,这位是哪的主播 这新赛季的巡台啊,绝对是最有意思的 各种药魔鬼怪全都上来了 真是井底龙虾上井台让我大开眼界了 开局是不是以为这只是一位普通的玩家在收低宝 但仔细看走上角的剩余人数 场上只有64位玩家 方式刷出来的第一个圈 算上前面一堆的低宝啊,再减去鸡鸽 这版呢,我估计着也就二三十位真人玩家吧 开局直接劝对一大半玩家 也不知道是谁这么大排面 不是logo大主播呢,就是一整队黄金丰衣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识的 选择去告诉一下对不对 学习一下技术也是好的嘛 这边让低宝收完呢,就直接进鸡鸡鸡鸡了 这大哥的一波妖射打扭 一枪没中,看样子啊,是没开 不过这么大个圈就剩这一个人了 哎,恐怖如斯 放在放在,下一位 哎,这位就正常 个屁啊 一看这小白衣啊,我就知道有问题 透视自描是洗不了吧 看来这又是一局血雨腥风 猪烈的瓜哥呀,懂得都懂 要多暴力有多暴力 哎,我这还没夸完呢,你咋就这样啊 你这多少有点丢得上人的脸啊 这卦也没失效啊 咋混得连个药都没有 本来吧,我以为这只是卦哥出师服 直到我看到了这里 大哥啊,三胖子呀 快打呀 哎呀,看来大哥眼里只有队友的盒子 又怂又菜 卦哥接着迟路 哦,可以嘛 跑都还知道开个枷锁 但这画面一转呢 哦,加速试用结束了 人家都是一跳一万两千斩 你这一路小跑啊,属实给瓜哥丢脸 他走他走 本来我以为这兄弟已经够七八的了 但这又是谁的步将 两把喷子就算了 谁叫你的开加速在宿舍楼跑 更离谱的是,还能打死人 哎呀,大哥,你不晕吗 他强壮的头不疼吗 这个呀,也算是个男人 还能从容的抓人 更过分的是,还在楼里搜物资 就算你不晕,也得考虑一下巡查员的感受吧 也许啊,这才是真正的大黑耗子 毕竟一般的瓜哥只会在空地上屠杀 极少会去房间里面抓人 而这瓜哥在房间里面简直比空地还溜 好家伙 一个起跳直接从歪城飞到研究所 还给了三百米外光明地里面一大耳挂子 你要得又去宿舍了 哎呀,有点晕,告辞啊 巡查到的都是什么奇葩瓜哥 嗯,还是这位瓜哥正常点 什么一万两千针压悬堤空中降维打架 统统在线 来,给大家上BGM吧 好家优优独播剧场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K.O K.O